好久了 由於6S的128GB已經爆到7彩 所以被迫要換新機 適逢出了紅色 是我喜歡的顏色 所以無奈就要買了 好像不用剪刀 這裡有塊東西剪 對呀 這樣就不錯 好喔 不用剪刀 好 大佬買了一塊東西這麼貴 看來拍到我開箱出一條影片 比較划算 好 那它有 有塊請貼 現在這塊請貼 然後還有 一個 黑色 紅色玻璃底 紅色玻璃底 不知道怎麼辦 我是很喜歡這個紅色玻璃底 但因為喜歡 又不想弄花 那怎麼辦呢 要找另外一個套 這樣吸著它 那我就看不到它的底 所以現在我不知怎麼辦 接著都是那些 充電 還有那個 這個是那個 藍牙的耳機 左右兩邊 是藍牙的 還是藍牙的 這個不是藍牙的 這個是它原裝那個 原裝那個 原裝那個 有線的耳機 我以為這麼笨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條線 就這樣看 是不是好像藍牙那個 對呀 但原來不是的 車 不過呢 就是 直接用Light 領頭 插的 Light 領頭的 E-E-Phone 我也有幾個在這裡 我還沒塗 我有 這個在這裡 我又有 這個在這裡 好 那我現在呢 可以試一下 Light 領的iPhone 不是Light 領的E-Phone 我還有 我好像還有一個 阿星啊 你的東西不要那麼亂 你說多一次 阿星啊 你的東西不要那麼亂 全部的東西都是你的 咦 還是一樣的 對了 都是Light 領頭 好 那我現在呢 就可以 充電 然後 把舊的資料 過過去 就可以用新iPhone 了 順帶一提 我為了迎接這個 沒有3.5的世界 哈哈 厲害 噔噔噔噔 Light 領 一出二 叮噔都沒有這個法寶 我告訴你 至於是怎麼用呢 下一集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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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